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红杰 带你来看到的是天气现在冷嗖嗖的 是各种病毒肆虐的季节 尤其农历新年要到了 大家忙着准备过年之余 容易因为密集的接触和抵抗力下降 而被病毒侵袭 那么卫生局长朱家祥就提醒大家 即使现在没有强制规定要戴口罩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 还是戴上口罩 而个人的卫生、自主防护也不要松懈 正常的生活作息、饮食均衡 才是能够增强身体的敏力 天气冷嗖嗖是各种病毒肆虐的季节 尤其农历新年要到了 大家忙着准备过年之余 容易因为密集的接触 还有抵抗力下降而被病毒侵袭 卫生局长朱家祥提醒大家 即使现在没有强制规定要戴口罩 不过还是建议民众 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还是要戴上口罩 个人的卫生、自主防护也不要松懈 正常的生活作息、均衡饮食 才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我想在寒冷的天气里面 也是各种病毒发起的时候 所以在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 不管新冠病毒、流感病毒 或者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 真的是慢烂炎的非常厉害 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乡亲 要注意我们的健康保健的所有的行动 包括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要戴口罩 包括要常洗手、包括要有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 这样才会让你在农历年前 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 也让农历年的时候 你也可以健康快乐的过生活 朱家祥也建议高风险族群 要接种各式疫苗 来加强身体防护力 而一般民众也可以选择自费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这里会欢迎是报道